印度小乙子坛老氧化长什么样子 今儿翻出了一条十多年前的老珠子 这条珠子从来没有刻意的去盘玩过 就是纯粹的自然氧化的效果 表面已经有一点浅浅的包浆了 蜡质感很足啊 表面荧光感表现也是不错的 十几年的自然氧化 它的底色已经是很彻底的这种紫黑的底色了 灯光底下看就是纯黑的 在阳光底下看它就是透一点紫色 很多朋友问说这个紫坛该如何盘玩 紫坛怎么区分有没有上油或者上胶水 先说怎么盘玩 紫坛其实不用刻意的去盘玩 入手之后想要佩戴就可以直接去佩戴 注意手汗注意水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每天可以用手套就这样轻轻的去揉盘 揉盘几分钟 把这个珠孔的位置孔道的位置也去给它盘到位 就是为了擦掉表面的尘土 还有汗字这些就可以了 文文还是回归到玩的本质上 而且这紫坛佛珠现在几百块钱 价位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不用那么的刻意了 如果入手之后我就想要盘出玻璃底包浆 盘出特别好的包浆效果 那就千万别带 也别上手 很多人说裸手净手去盘 那其实都是不靠谱的 裸手盘盘上一两分钟 手上就会出汗 汗字一旦沁到佛珠的表面 一定会发污 除非这珠子上过胶水 速泡的紫坛佛珠一定是禁不起汗的 而且少盘多放 隔几天一盘 每次用棉布 像秋衣秋裤那种就可以了 揉盘十来分钟 然后再自然放置 让它静静的去氧化 这个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如果想盘出来 就一定得入这种速泡的珠子 比如说胶膜或者上游 烤灯的那种珠子 佩戴的话问题不大 但是想盘出包浆 就必须去找速泡的珠子 至于怎么区分 其实很简单 胶膜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很多紫坛珠子 一点踪眼都没有 表面腊质感特别厚 那个一定就是过了胶水了 像这种速泡的珠子 大家仔细看 它的踪眼 包括像这种截面的 油毛纹表现 都是很清晰很明显的 而且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 再有就是上游 上游的特点就是快速氧化底色 但是上游会出现皮厚馅小的状态 就我们常说底子很干 但是表面看起来很油 现在很多这种珠子都是 乍一看 感觉油性特别足特别亮 但是仔细一看 底子又很虚很粗 像这种自然氧化的珠子 实际上看明显 它的底子是很饱满的 很实的 这个就是很大的区别 大家还是可以多去线下对比一下食物 OK就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目以沉香 拜拜